42岁的阿娇以一深夜官宣 卡点晒与黄浦亲密贴脸合影 两人举止影热议 阿娇成为这门话题 不是因为她的身材或事业 而是因为一次特殊的生日庆祝 这一次的亲身对象并非男性 而是一位中性打扮的女子 名叫黄浦圣华 两人的亲密合照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猜测 黄浦圣华是一名网红 她以其中性的着装风格 和与明星周阳青 郭碧婷等的亲近关系而闻名 虽然关于她的个人生活和绅士 并没有太多公开的报道 但她的社交圈子和家境 都相当不寻常 拥有豪宅 豪车 甚至私人飞机的富二代身份 她的身价俱传已接近40亿 阿娇和黄浦圣华的关系 并不是第一次 引发媒体和网友的兴趣 两人之间的感情绯闻 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但他们一直保持沉默 没有正式澄清或承认这些传闻 此次阿娇为她庆身 并晒出了贴脸合照 两人在照片中的轻易举止 不禁让人猜测 是否有更多的侵占关系 这一事件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 有人认为两人的气质和举止相似 暗示阿娇可能更偏向于女性 但也有人指出 阿娇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直的 所以这种猜测不一定准确 总的来说 人们对于这段感情的性质和真实性 持有不同的看法 不可否认的是 阿娇的感情之路一直充满坎坷 她的婚姻与前夫赖红国 只持续了短短两年 之后为了动乱 她不得不尊重18斤 这一变化迎来了外界的关注和评论 在婚姻不顺利的情况下 阿娇可能正在寻求情感的寄托和安全感 而无论她的决定如何 网友们普遍表示 应该尊重和祝福她 这一事件的曝光 引发了关于名人隐私和性取向的讨论 不论最终的结局如何 阿娇的感情选择应该是她个人的权利 而公众应该尊重她的隐私和决定 阿娇的经历也再次提醒我们 每个人的感情取向和选择 都是多元和复杂的 而最重要的是 能够找到真正让自己幸福的方式 这一事件将继续引发各界的兴趣和探讨 但无论如何 尊重和理解应该是我们对待 这类问题的应有态度 此次关于阿娇和黄埔升华的事件 凸显了人们对名人私生活 和性取向的持续关注 这也引发了一些深刻的讨论 如何平衡名人的隐私权和公众的好奇心 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阿娇的感情生活 一直备受媒体和公众关注 她的短暂婚姻和身材变化 都成为了话题 这次事件再次将她的感情生活 置于聚光灯下 引发了众多猜测和评论 阿娇的童年并不幸福 她的父亲在她年幼的时候 因意外离世 让家庭学上加双 为了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 她的母亲四处工作 无法照顾她 因此阿娇被送到亲戚家寄养 但这段经历却成了她难以治愈的创伤 在第一户寄养家庭 阿娇经历了无法言说的虐待 她的内心充满了痛苦 但她倔强的没有流下眼泪 这种沉默加深了她的内想 使她不敢表达内心的想法 后来阿娇转到了舅舅家 待在那里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疼爱 她感到自卑和渴望真正的爱 这段童年经历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娇从小就是一个美丽的女孩 她的模特生涯开始与心坦的发掘 为她带来了展现的机遇 在这个过程中 她逐渐适应了美光灯下的生活 阿娇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 华语流行乐女歌手和艳员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 她经历了许多起伏和挫折 但她的音乐才华和美丽外貌 一直受到大众的喜爱 与此同时 她的感情生活也备受关注 经历了多段感情 最终与台湾医生赖红果结婚 但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很久 便已离婚收场 回顾阿娇的感情历程 我们可以发现 她对爱情的执着和勇敢追求 阿娇的手段感情 是与同门师弟陈关希之间的绯闻 两人外貌出众 被外界誉为惊同玉女 但这段感情最终因为一些原因而结束 此后阿娇又与多位男性传出绯闻 如余温乐 方立生等 但都没有得到她的亲口承认 可以看出 在这些感情中 阿娇一直是处于被追求的那一方 这也反映了她在感情上的一种态度和选择 在2008年的不亚招事件后 阿娇的事业和人生遭到了重大打击 这也让她的感情生活备受困扰 她曾经坦言 自己在这段时间里 对爱情失去了信心 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无助 但她并没有放弃 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逐渐走出了阴影 并重新站了起来 这种勇敢面对挫折的态度 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和钦佩 在此之后 阿娇的感情生活逐渐明朗化 她与麦俊龙之间的恋情 得到了公开承认 麦俊龙是一个富家子弟 这桩绯闻对于阿娇来说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归宿 两人手上的情侣戒指 也成为了他们恋情的有利证据 然而这段感情最终 并没有得到圆满的结局 传闻称 麦俊龙因为父亲反对 而放弃了这段感情 最终阿娇与赖红果结为夫妻 这段婚姻虽然只持续了 短暂的时间便于离婚收场 但可以看出 阿娇在这段感情中付出了很多 她在婚后 积极为赖红果的医美诊所站台宣传 并曾一同参加内地综艺节目 爸妈学前班 展现了两人的恩爱和默契 虽然这段婚姻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我们可以看到 阿娇勇敢地追求爱情的态度 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离婚后的她将自己的重心 放在了事业上 不仅拍摄了多部儿熟能详的电视剧 还参加了综艺节目浪姐 一开始阿娇拒绝参加这档综艺 还是蔡卓妍撂下了一句 你不参加我也不参加 她才统一过来的 因为节目安排的汽车很满 加上合理的饮食 这让镜组前有点微碰的阿娇 慢慢地瘦了下来 瘦下来的阿娇 真的有重回巅峰的颜值 眉目清朽 极肤紧致白皙 一袭波浪的卷发 让她在清冷中 显露出一些女性的成熟魅力 即使她和众多姐姐坐到一块 可是还是能在人群中 第一眼就认出她 虽然此次在这档节目中 她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 但是她在舞台上的歌唱表现 还是让观众深深地记在了心中 阿娇的感情历程充满了曲折和坎坷 但她始终没有放弃 对爱情的追求和信仰 她的经历也告诉我们 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 不要轻易放弃 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未来 同时在感情生活中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积极的心态 认真选择自己的另一半 才能够得到幸福的婚姻和人生 我们应该谨记 名人也是普通人 他们也有权利保护自己的隐私 尽管他们在公众面前 但不代表我们可以过度干涉 和评论他们的私生活 性取向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伴侣和感情对象 无论是阿娇还是任何其他名人 他们的性取向都不应该成为公众争议的焦点 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不论性别 性取向 或关系类型 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 所应遵循的原则 名人的行为和选择 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关注 但我们应该以理解和尊重的态度 来对待这些事件 在网络时代 信息传播迅速 公众的言论 也能对名人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需要更加谨慎和理智地 对待这些话题 阿娇与黄埔申华之间的关系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猜测 但无论最终的真相如何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和隐私 同时这个事件也提醒我们 对待名人的隐私和兴趣相问题时 应该本着包容和尊重的原则 避免过度揣测和评论 名人也应该有权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公众的好奇心 不应该侵犯他们的隐私